在过去35年中 中国取得了人类伟大的历史成就 就是我们以最快的城市化速度 推进中国的经济和建设 但是同时我们的城市 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洪水问题 画面上的这种场景 每年都在冲击着我们的思维 冲击着我们的管理 我们多么希望这样的问题 不会在未来发生在中国的城市 可是问题远远比洪水要复杂 我们还面临非常严峻的水质的污染 我们的城市 我们的江河 有水接污 这样的场景 同样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 都太熟悉了 我们太希望这样的场景 不要出现在我们的国土上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中国是世界上 人均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之一 干旱不仅仅在中国的部分区域 中国绝大部分城市 也都同样面临非常严峻的 干旱的问题 但是我们对此仍然 没有足够的认识 比如说这张画面 我们多少城市 希望我们的城市是这样 到处都是青山绿水 但是同时又是高楼密集的城市 可是我们仔细想一下 这样的大草坪 需要多少水来浇灌 同时我们在这里 看不到小鸟 看不到蝴蝶 看不到我们所需要 希望去保护的生物多样性 我们放大眼睛 看看我们的全球 从1990年代 科学家们揭示地球 从1970年代开始 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型 从那个时候开始 人类对于地球资源的消耗 已经接近地球供给能力的极限 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增长方式 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 地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的六个子系统已经接近崩溃 只有两个子系统还保持完好 但是仍然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回答的问题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尺度去思考的 这些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大学的校园 这个校园非常聪明的 在校园里保留了一片 90多年的刺身的林地 因此这个校园可以享受 200多种植物 130多种鸟 是中国所有高校中 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校园之一 这块土地要规划成为一个公园 按照常规的方法将而把污染的 把盐碱土搬掉 然后做上严密的防胜 种上各种观赏植物 迫害所有的多样性 带来巨大的建设成本 但是我们有别的解决方案 在这里我们只用了非常简单的地表的改造 我们在这块土地上修建了23个干湿水池子 用这样的水池来恢复当地的植物生物多样性 来收集雨水 来恢复湿地生态系统 同时给人创造了最好的宜居的环境 通常这样一个城市新区 我们都会试图把整个新区都会建成房子 但是利用地理性系统的分析 我们发现这块土地上 洪水从10年一遇的淹没范围 到200年一遇的淹没范围 增加的面积非常小 我们能不能够改变我们的方式 我们把所有200年一遇的淹没的范围 全部保留成为耕地 继续生产粮食 而城市建设在200年一遇洪水淹没不到的地方 这样我们得到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成的一个城市 我想这应该是我们的目标 但是很显然从区域的尺度上考虑 这仍然不够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让这个国家的每一层土地都得到保护 通过不同尺度的研究项目工程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保护整个这个国家自然文化过程的完整性 所以我们还要去关注这个国家整体的过程 我们同样可以成功 通过大量的地理性系统的分析研究 我们完全有足够的信心 通过我们的努力 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个国家的土地 一起来保护我们这个宝金创伤的星球 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回到我们的城市中 回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中 我们实际上做的是有限的 面对自然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我们的城市中跟接洪水 这样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我们必须学会与洪水共生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到的 我们无法拒绝洪水 但是我们可以减少生命的省伤 地球留给我们的时间也许不太多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少 我们的更多 我们的目标是创造伟大的 创造一个美好的人居环境 同时我们更加重视的是 容学校 教学 研究 还有工程 来创造一个研究和实践结合的过程 谢谢